还有第三个问题 我已经受不了 诸天的阶梯里面有无何有的家乡 师尊一庄子探讨无何有触天的特质 师尊问为什么庄子会在无所有触天 庄子答无名 无形 无事 无名色 无六入 无处 无受 无爱 无取 无有 无生 无劳使 师尊指出这是无十二因缘 庄子回应这是本然存在的无为法 另外庄子还说天受六万大劫等于无量了不可量了 就算是净土一有灭死 生死 轮回在这里 等于是为夫其为 这一《薄叶心经》里面所描述的实相 博有相思之处 不过无所有触天 乃是诸天之一 以了意的《薄叶心经》肯定有所差异 请问差异是什么呢 另外请问什么是庄子说的净土 弟子理解为佛国净土 会有生灭呢 佛国净土比如西方极乐净土 不是不灭不退转的永恒境界吗 他的问题来了 我告诉你 这个只有我知道 就算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到了顶了 寿命已经到了顶了 要消失了 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又出来了 这样了解吗 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讲说 虽然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画土 阿弥陀佛所画出来的 他的寿命已经尽了 但是这个灭了 另外一个净土又出生了 是永远不会灭的 这样了解了吗 永远 净土是永远不灭的 为什么我讲永远不灭呢 因为这里的寿命算是结束了 他会移到另外一个净土 他有提到 庄子跟十二英言 庄子是很厉害的 在中国的一个圣人 老庄思想 影响了中国很多圣人的思想 老子跟庄子 是中国的 老子跟庄子 庄子本身有 无何有 就什么都没有 那跟十二英言 十二英言本身来讲 是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 所思索出来的十二英言 那十二种英言 也就是 就是 就是无明 行 事 明色 六入 处 受 爱 起 有 生 老死 这十二英言 这是十二英言 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没有十二英言 没有十二英言 跟师尊所讲的 几乎都快一样 师尊很想讲 这个 无所住 无所得 昨天晚上讲的就是 无所得 今天讲的就是 这里面也有讲到 无所住 《回摩节经》里面 就有提到 无所住 那时候再讲给大家听 不过净土会有生命呢 当然有 因为是化成 是阿弥陀佛画出来的 他画出来 他本身有寿命的 他这个 这里面的众生 在化成里面的众生 在学三十七道品 四念处 四正秦 四神族 五根 五力 七菩提 八正道 就是三十七道品 他修这个三十七道品 修成就了 你直接就可以 这个成就了 那你自己就成就了 成就了 就是不退转 那还没有成就的 他另外转到 另一个净土去 这是回答 新加坡 莲花吉民所问 他问的都很深 今天问的问题都很深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